反红胖猴仔从全网最难吃的主播 变成了全网最励志主播 半年成功甩掉上百斤肥肉 脸上的黑斑也逐渐消失不见 说话也不再大喘气 走路也不像人搀扶 整根看起来像个精神小伙了 现在的我剪掉了一百斤 不再暴眼暴食 一觉到天明 体能也好了很多 而且呢 解锁了很多新的动作 终于能和我一样 和大家一块愉快的玩耍了 整个人也变得自信和开朗了起来 因为我知道 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感谢朋友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看来泡泡龙的悲剧 确实触动了他的内心 但他深刻意识到了生命的重要性 否则他也不会下定决心立志减肥 从狂吃不吃到努力健身 胖猴仔也在这段转型的过程中 都经历了什么 胖猴仔原名叫猴宇 是1988年出生的河北恒水人 就从发现当初播是赚钱的好门道后 他就每天大鱼大肉胡吃海盒 靠一张嘴 把自己吃成了体重高达600斤的重量级人物 就在事业最得意的时候 身体各方面都频繁发出不良信号 比如走不到几步路就大喘气 有时候吃饭吃的都能睡着 还有脸上和手臂都出现了黑斑 和泡泡龙生前的症状口是如出一辙 甚至比泡泡龙还要可怕 因为身材太过庞大 对内脏造成了很大的压迫 所以胖猴仔睡觉的时候都必须插呼吸机 就怕稍不注意就进了重症监护 明明身体已经不堪重负 可胖猴仔还是没有一点危机感 依旧暴饮暴食 但其实他一直待在医院看病 之所以不出面澄清也是公司的意思 公司想利用这个噱头 在他不更新的这段时间里维持点热度 等胖猴仔再次复出时 却给粉丝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因为他终于在一身苦口婆心圈说下想通了 知道了生命的可贵 下定决心不再暴饮暴食 开始立志减肥 可他这个体重 减肥注定是一个非常痛苦与煎熬的过程 但好在他都坚持下来了 往常胖猴仔先是做了切胃手术来减少食物摄入 之后又报名参加了减肥训练营 每天不是跑步 只是跟着教练跳操 看他每天都累到失脱 以为坚持不到多久 没想到他意志力如此坚定 整整在训练营待了大半年 从一开始走两步路就大传气 到现在已经可以连续跳操好几个小时了 身体也肉眼可见的变好 不再像以前那样满脸油腻 萎靡不振 睡觉已再也不用呼吸机了 一觉可以安心睡到天亮 人生的胖猴仔除了吃还是吃 现在的胖猴仔已经脱胎换骨 每天出了运动还是运动 大羽毛球 游泳 跳减肥操 总是受难就来 如今他也已经肉眼可见的瘦了很多 动作也比以前灵敏的不少 像是一个正常人了 从最难吃的主播到绿制主播 胖猴仔的经历还是值得很多吃播网红效仿的 流淡没有生命重要 生命只有一次应当好好珍惜 希望很多主播都能意识到这一点 也希望胖猴仔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争取回到最瘦的状态 对于这样的网红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